大家好,我是阿宾 冰箱突然不治冷 启动器坏得多 但是我们怎么快速判断它的好坏呢 还有的启动器是一脚 二脚,三脚,四脚 它们可以代替吗 很简单,现在我来告诉你 这个就是启动器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坏了会有什么表现 如果启动器坏了 压缩机就不能启动 冰箱就不治冷 启动器坏了明显的特征 就是压缩机会有一点热 而且压缩机启动一下 就能听到啪的一声 也就是说热保护器动作了 启动不起来电流变大 保护器就断开 然后过了一会儿又啪的一声 像这种有可能就是启动器坏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插头拔掉 然后把压缩机旁边这个壳子拆掉 这边都是卡扣的 打开过后就能看到这两个零件 一个保护器,一个启动器 我们直接把这个启动器给它撬出来 最简单判断启动器好坏的方法 就是说摇一摇 看看有没有声音 如果有声音肯定是坏了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PTC 热名电阻 最常见的也就是说它锻炼了 破裂了 也可以把它打开看看 这里面是卡扣的 一撬就出来了 就是中间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PTC有没有破损 没有破损就是好的 破损了就坏了 直接更换就可以了 所以判断冰箱启动器的好坏 方法非常的简单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不同脚位的启动器 能不能代换 比如 这个启动器是一脚的 这个启动器是三脚的 这个启动器是四脚的 其实冰箱启动器脚位不一样 我们是可以代换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着 这是四个脚的 等于它就两个脚 这边是直通的 比如 这个 你们看 这两个脚 它们是连通的 等于说 这里就一个线路 一个线路分两个插头而已 只不过 有的冰箱需求不一样 它需要插运行电容 比如 我们拿个万光表 来测量一下 你们看 直接捣通 是吧 再拿个四脚的 这两个是直通的 这两个也是直通的 只不过 多出两个脚而已 所以 如果 像我们这个 一脚的坏了 我们可以 用这三脚来代替 只不过 我们只需要插一个插头 插一个线而已 就可以了 这两个线 我们就不用管它 比如说 这一脚坏掉了 我们用四脚的 一样的可以代替 我们只需要插 右上脚的一根线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这个孔的位置 这启动器也是 这孔的位置 如果需要插运行电容 我们直接插这两脚就可以了 插这两个脚 也可以 对吧 只要有这个位置 非常的简单 好了 这个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之劲了 觉得易用 记得帮忙转发点赞